四組數字了解Carlos Yulo Carlos Yulo 21歲 菲律賓體操選手 這支影片將用四個數字來告訴你這個可愛男孩的故事 150 是的 相信你已經猜到了 150是他的身高 如你所見 這讓他和其他選手合照的時候 形成了相當可愛的對比 雖然說體操選手的個頭普遍來說都不高 像是Nikita Nagori 168公分 內存航平166公分 以及橋本大輝164公分 然而在眾多男性的體操選手當中 他的身材更為嬌小 但是他並不會因此而感到自卑 他的運動表現也遠遠超過他的身高 五 Carlos Yulo從小就開始練習體操 在16歲的時候 他接受了日本奧委會的邀請 前往日本進行訓練 他在日本東京訓練了五年 他說一開始到日本的時候 有很多的不適應 訓練的過程也十分痛苦 那他是怎麼撐過來的呢 他說他把內存航平當作目標來砥礼自己 同時他也告訴自己不能放棄 要向內存航平看齊 他做到了 二 他在2021年的體操世界錦標賽 拿下了兩面獎牌 包括一面跳馬金牌 以及一面雙槓的銀牌 兩面獎牌 兩邊翻滑 兩邊翻滑 一邊翻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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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時間回到2019年 在世界體操錦標賽上 他獲得了自由體操的金牌 這是菲律賓的第一個世界冠軍 這也使他成為了第一位獲得世界金牌的東南亞男子體操選手 他是世界第一來自菲律賓的Carlos Yulo 謝謝你的收看 下支影片再見